台南殺警案 遠景圖明城曹瑞傑 追捕陶宇犯林姓吳不幸因公殉職 地檢署火速偵查終結 一殺人等七大罪狀 將林姓吳求出死刑 檢方更是沉痛的寫下了起訴書 內容還原了行凶過程 圖明城當時失血倒地 曾經向支援的遠景要水喝 但是因為重傷難以說話 只能夠發出悲鳴 曹瑞傑更是不顧自己身上 已經被砍了38刀 身受重傷 幾度試圖坐起身 還希望趕到現場支援的遠景 能夠趕快地先搶救圖明城 字字血淚令人相當不忍 而凶嫌林姓吳落網之後 竟然還辯稱是警方 先對他噴辣椒水 導致他暴怒才會行凶 不過實際上 確實因為他聽到了 圖明城通知曹瑞傑 擔心被查獲 才會主動持刀狠心攻擊 台南殺警案 二分局遠景 圖明城曹瑞傑 追捕桃玉犯林姓吳 因公殉職 地檢署16天火速徵結案件 以七大罪狀求出死刑 林姓吳犯下殺警命案 檢方求出死刑 還原8月22日當天 警局受理切車案件 曹瑞傑載著圖明城出發尋找 到了北扇尾三路 圖明城先下車 走進便道後 發現失窃機車 接著打電話通知曹瑞傑 這時藏在牧桌後方 逃一犯林姓吳 聽到對話 擔心被查獲 從牧桌後方跑出來 手持彈簧刀 逼近攻擊圖明城 讓圖明城不得不以辣椒水 徒手抵抗 林姓吳眼見 圖明城佩戴警槍 同時聽見警車鳴笛 得知有其他員警前來 打算殺警夺槍 不斷揮砍 造成圖明城身中17刀 奪走警槍彈匣 曹瑞傑隨後趕到 打算以警車衝撞林姓吳 林姓吳用搶來的警槍 5秒內對著駕駛座 狂開6槍 其中一槍更擦過駕駛座頭枕 警車遭到槍擊 撞向公墓 曹瑞傑下車 試圖靠近倒地的圖明城 更質問林姓吳在做什麼 林姓吳卻對曹瑞傑 遲到揮砍 導致曹瑞傑 身中38刀 失血倒地 流血過多的情況下 然後因為又大熱天 所以可能會口渴 有要跟那個 第三位到場 到場的員警逃水喝 跑到馬路邊求救 但是在場的那個 被殺的警員 有希望說 叫那陳姓警員 趕快回來救那個 另外倒地的警員 塗明城倒地後 因為天熱加上失血 曾在林姓吳和曹瑞傑對峙時 用盡力氣 想爬到車上 找水喝 其他員警抵達時 曹瑞傑也不顧傷重 試圖做起 請人先救 塗明城 塗明城見到其他員警 更罰出逃水悲鳴 林姓吳凶狠犯案 任兩名員警重傷 在正午烈日下曝曬 手段如此凶殘 竟然企圖用喝酒 甚至辨稱 是塗明城先噴辣椒水 才會暴怒行凶 不過檢方直接打臉 調查的過程中 知道是林姓被告 他聽到員警之間的對話 他被查獲 所以他主動拿逃亡刀 出來攻擊那個途姓員警 沒有證據顯示當下喝酒 加上策劃逃亡 推斷是為了掩飾犯刑 種種證據 林姓吳百口莫辯 但即使求除死刑 逝去的兩條人命 卻再也換不回 記者黃富奇 台南採訪報導 台南殺警案侦查終結 檢方對凶贤林姓吳 向法院求除死刑 而檢方之所以火速 侦查終結 是基於四大理由 包括了凶贤市 公權力為無誤 膽敢殺害執行 國家法律的員警 而且犯罪的手段極為殘暴 以及逃脫萬一間 重刑不足形成威嚇等考量 而速速癥結起訴的消息一出 也符合了 殉職仁警家屬的期待 至於現在 凶贤也遭台南帝院 裁定羈押未警戒 以死刑為最終目標 除以疾刑 這個部分是絕對絕對 沒有改變的 殺警案癥結 檢方對凶贤林姓吳 向法院求除死刑 殉職仁警家屬 對於速解起訴 符合期待 台南殺警案震驚社會 凶贤林姓吳落網 短短16天 南檢會火速癥結起訴 就是四大考量 檢察官表示 被告為免遭查獲 其脫逃行為 起意殺人 動機制為不法 檢方認為 凶贤手持利刃 並朝兩名死者 喉部 頸部 胸部 及腹部攻擊 犯罪手段相當殘暴 凶贤林姓吳犯下殺警案 逃亡途中又刑搶仇傷 檢方認為他是公權力唯無物 使人民對於手法異事 造成莫大衝擊 在低管制的外衣間服刑 凶贤林姓吳悍然脫逃 並犯下重罪 也顯示重刑已不足以形成威嚇 依公正公約 並無不得處以急刑理由 因此檢方求出死刑 公約上要求出死刑 要有相當的理由 檢察官在起訴書裡面 有敘述提到說行為重大 至於嫌伴林姓吳 在偵訊中坦承惡行 如今也希望速審速決 他也知道殺的是警察 那他希望能夠早日接受處分 這個案子人神共憤 檢察官迅速增結 符合司法正義 如今檢方起訴爭結 凶贤林姓吳也到台南地院 裁定羈押未禁見 就判後續司法判決 不僅還家屬公道 也為兩位殉職遠景 在天之靈 介紹台南綜合報導 新北市永活分屍案 狠心殺害弟弟的 73歲良性嫌犯共稱 因為他不滿小弟 十幾年來借錢不還 實在是忍無可忍 才會趁著對方 在睡夢當中行凶 他甚至還說出 我不怕死人 因為活人比死人更恐怖 但四天來他作息正常 分兩次分棄屍 更是把這個逃亡用的 紅色行李箱 寄放在超商 最後在店員跟警方的配合之下 終於弱亡 由於認定他有逃亡之餘 尊銷息是 檢方申請羈押 法院已經踩准 經常欺負我 打我 永和分屍案 73歲良性主嫌 身軀瘦弱 走路緩慢 可難想像他竟然在住處 殺害分屍弟弟 他欠了多少錢沒有還 大概五萬 在旁邊有 殺害別離之後還住在家裡 會不會害怕 坦承行凶動機都是為了錢 專業小組發現他 在家辦事長達四天 都正常出入睡覺 還買了好幾瓶芳香劑除錯 問他會不會怕睡在遺體 隔壁房間 還能淡定回答 活人比死人更恐怖 從六號被逮當下 還在三藥圓警幫他保管好 準備逃亡佑的十六萬現金 就看得出來 他真的亨看重錢財 而這個裝著家當 在雙北趴趴躁的紅色行李箱 也因為跑去超商寄放 被警方鎖定行蹤 和機警店員合力逮人 嫌犯落往後宮稱 自己靠開計程車 存的退休金只剩三十萬 不瞞弟弟十年來不工作 只會伸手要錢 最近機欠五萬塊又遲遲不還 兩人爆發口角 一號凌晨趁弟弟睡夢中行凶 接著分兩天氣失 又跑出門再買四把菜刀 原本以為沒人發現 有時間慢慢分屍丟棄 殊不知五號警方召上門 他只好開始轉搭公車 在雙北躲藏 分屍主要的目的是 第一個恨之入骨 就是他的恨已經積怨滿久了 是熟人或是親人的所謂 嫌犯更不滿弟弟霸佔三個房間 害得空房不能出租 減少收入 兄弟倆為了錢 愁了十幾年 但五十四歲的死者 辭掉罰警工作 在家照顧生病母親 最近已經考上居服原證照 九月就要去醫院上班 賺錢還哥哥 真的怎麼也沒想到 最後只因為五萬塊錢 慘遭手足殺害 介紹到周總林 新北市採訪報導 台中有一名跑酷運動員 在知名地標拍攝跑酷影片 引發了爭議 這名運動員選在 宣蘭諾颱風來的前一天拍攝影片 現場強風震震 讓人看得是膽戰心驚 但是他強調呢 他是這個身心 跟大自然的對抗 不過這樣子的說法 是否並不買單 水利局就表示了 地標不適合跑酷運動 如果再出現類似的行為 將報警處理 身穿紅衣的跑酷運動員 伸手腳尖在台中 英文字體的地標上跑跳 從T到A到I 每個英文字相隔大約兩三公尺 影片分享到網路社群 還著名在宣蘭諾颱風前戲拍攝 是身心和大自然的對抗 強風吹起之下 讓看到民眾驚呼 如果摔下來怎麼辦 現場找到這名跑酷運動員 他強調自體地標有一層樓高 事先評估過安全無魚 才會進行這項極限運動 跑酷團隊表示 這項運動是必須經過專業 而嚴謹的訓練 一般人不能夠隨便嘗試 然而這回拍攝地點 懸在台中市知名地標 造成外界不良觀感 他們也虛心接受 若再有類似行為 本局將請警方協助處理 如有損壞 也會向行為人求償 署管單位強調 將會加強稽查 避免類似行為再發生 台中市運動局也呼籲 跑酷團體可以前往合格場地 除了南屯區的風樂公園 另外北區和太平區 也都有專屬公園 設置極限運動設施 都可以前往訓練 盡興有安全 接著我們服務院 台中報導